各位老师,同学,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乱兄日记及归传。现在开始。 我是在做梦吗?我穿越了。 你不是李孙陈将军吗? 对,正式在乡。 李孙陈将军,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您在1592年至1598年期间,记载人丑沃拉时期的日记,被扣任,命名为万中日记。 现在它既是韩国国宝第76号,还在2013年被指定为世界纪录比较。 真的吗?那我真是深感荣幸。 乱兄日记共九卷,其中日记七册,苏解天一册,乱传庄草草一册。 您想不想听听日记的来历? 学生我,席而攻击。 1592年春,日本因朝鲜拒绝帮助攻打中国,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。 韩中将军极限抗日,让日军在海上残败,彻底让日方失去了赞助力。 韩中两国因此也赢得了近300年的安宁。 我的日记就是对于这场十九海战的记录。 好,原来如此,做长海战,但中国非常为万历海战。 我还在归场很感兴起。 您该知道传统归场和大发,成为了当时抗地的攻击力量。 我国,我国水师,用归场离尽重超六斤。 特别是如意十二宗,建船经萃335宗,离间的辉煌战争。 说得好,我早就知道日文想尊病朝鲜的狼子野心。 所以特别改进了咱们传统的归船。 第一,改进了归船的设备和结构,把船身造得更大。 顶盖上的甲板旁,装载许多尖锐的大堤和铁钩,使敌人不敢攀登。 第二,船头上安装着一个大龙头,上穿两个大炮眼,飘时可用来冲击敌船。 第三,船身前后左右有七十式的枪面,射手可以扶在内部释放火器。 船身很大,可以装载很多饮水和粮食。 这时,归船更属于水面九战了。 设计太强烈了,你不会为战神。 您应尽忠过邓子龙当今,耳朵中拓荡。 却从呼呼下,不要生产。 战争一直有夜晚到晚天,见面与君一万多人。 自此,持续了六年之九战,为国战争以辉煌胜利结束了。 您和邓子龙当今都壮烈牺牲了。 但你们的精神却映照韩中千秋万大。 生则死,死则生。 为主国而战,虽死有荣。 今天遇到你这个小朋友,谈心两天。 我心情大好,将去喝两杯。 好啊,有名的海外唱语。 其生活生来流行。 您先请。 谢谢大家。